我是宋朝的 宋朝街上的 名叫武大郎 开了个烧饼房 因为长得帅 烧饼就卖得快 街坊邻居都夸我是这代的高富帅 生意做大有乐钱 我就遇到了盘金莲 我拿出存款买车买房 他才进洞房 我正有点高兴 他就遇到了西门庆 从此两人合起火来 把我气生病 我是宋朝的 宋朝乡下的 名叫盘金莲 家里没啥钱 邻居说我长得翘 叫我的城里绕一绕 正当我饿得心发慌 突然看到了烧饼盘 盘主楼比了武大郎 又啊 又抗黑狗血糖 我让他买车又买房 才答应跟他进洞房 有一天我正刷微信 突然看到了西门庆 我死缠乱打 你说他就准备把他带回家 正好大郎发高烧 我为要让他死悄悄 大郎 起来很有 没有什么 老师王婆住隔壁 带着无权心周急 做点小梅卫生计 无来很久没生意 突然有天行好运 就遇见官人西门庆 介绍认识潘金莲 卡里寄了很多钱 只知他俩不争气 就杀了大郎惹他地 为了今年西门庆 就害得王婆丢了命 我叫西门庆 大麻将爱报听 宋朝要修高速路 我就承拿拆迁户 手里拿着一大笔钱 我都不用去种田 成田优秀又好闲 就认识了潘金莲 可惜他已拜喇堂 夫君武大郎 阿联说我长得帅 对我是真爱 他就出了个收主意 让夫大郎断气 动手之前要排练 以免被发现 大郎 嗯 起来 还有你们 我是宋朝的 宋朝街上的 名字叫武松 雅南宁施工 从小吃过很多苦 曾经上山打过虎 哥哥名叫武大郎 每天外饼他很忙 嫂子叫做潘金莲 看中我哥有点钱 那只出了西门庆 害得我哥丢了命 得知消息赶回家 衙门不管我来抓 眼见嫂子和西门庆 一当下去就毙命 我是宋朝的 宋朝锦阳港的 名叫东北虎 做事很靠谱 但山下的老百姓 都不敢靠我进 突然有一天 来了个醉神仙 他名叫武二郎 酒后太疯狂 一口气喝了十八碗 天黑都不嫌碗 我看他一喝醉 就想跟他会一会 我腾空扑过去 他凡把我打在地 他三拳两脚太用力 就把我打断气 我是宋朝的 宋朝街上的 街上卖离的 我的名字叫运哥 王婆王婆你真坏 叫说金莲把大狼害 大狼大狼你真笨 怎么能让金莲认识西门庆 西门庆也糟糕 最后挨了武松一刀刀 金莲金莲长得翘 勾引西门庆给大狼喂毒药 武松武松也没跑掉 发陪孟州坐了牢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诗人 得音